那我要先把其中一片畫一下 這一片先追加一下東西 等一下才有東西可以畫 啊!不該按的 6階 Mesh Delete highest level 可以了 OK這也是6階可以了 可以畫了 加累了 怎麼會在第7階 Mesh Delete highest level 所以現在是在 我現在是在畫側面這一片 那斜面 跟 另一片冷凍 就這一片也冷凍 我現在要處理的是這一面 那一樣很快 所以它的操作是一樣的 找 然後 就這兩片你都一樣的操作方式 就是找 皮革的紋理 然後壓一次紋理 都是一樣 這邊部分操作非常下 壓一次紋理 然後 那旁邊那邊因為 Ctrl Z 旁邊那邊因為我冷凍了 所以這紋理壓就不會受到影響 S 放大這裡好了這樣 那我很快的處理一下 我只要一部分有就好了 好這樣就好了 好 那然後再開 所以作者也是一樣再加新的 那這裡呢 我要再換到另外的 這一個 就是我的 那個 鞋帶孔的向量筆刷 好 那要先測試一下 800行不行 água 鍵格距離 150 這樣差不多 120 ки隔120 然後 強度到1000 steady 如果你要畫的很精確 就會畫一條牌 那我現在只是蓋意識 有做到,所以我直接用steady stock下来 应该没有到这里 所以如果到了这一个不小心出现了 就把它擦掉,应该没有到这 好,那一样的,回到皮纹 这东西上面不会有皮革纹路,擦掉 擦掉,这些事情都要做 你漏一个就会少 一些正确的显示上的问题 好,像这样子 所以我鞋带的,要穿鞋带的资料 这些有了,那可以开始准备画贴图 好,那我们从鞋面开始,这个开始画 切到paint,笔刷切到paint tool 好,那这个东西我们自己编辑出来 所以它根本没有UV 它根本没有UV 但一样可以画贴图 直接 按paint brush 点你要画的地方 它就会问你要不要产生 ptext 它要不要产生ptext的贴图 那使用ptext的第一个设定 其实呢,我们必须把模型降到地零阶 所以按patchdown 好,因为你刚刚按下去 反正它也会问 会跟你说你没有降到地零阶 好,那这一块跟这块又是分开的 那一样的 在这里你就可以选这个地方 ptext setup 或者拿笔再去点它一下 它也会进入ptext setup 好,那这个是辅助help说明视窗 好,那它预设现在用的贴图是1.7乘1.7 如果你增加 好,你可以增加可以减少 这个先把它关掉 好 那,呃,大小它会跟着你有模型的大小而变 所以它不一定 像我原始的刚刚另外那个长统靴 影片的长统靴 它一开始是1.1k 然后上去2k 再上去4k 那这个它一开始1.7k 那我就不再增加 好 因为它的差别在于你这样拉近看以后 呃,如果你再减 这是1k 那这里就糊掉了 可能就不够 所以1k OK 看起来是可以的 那就down 那它就会产生 好 为你的模型产生 贴图纹理的需求 那再pageup回来 好 那画的时候呢 皮革纹路其实不用看到 所以再回到这里 纹理关掉 缝线留着 好 那 皮革的纹理有样可以用压的 stantial 头色 笔刷 projection 投影笔刷 找你想要用的皮革纹 好 直接找你想要 想要说我现在已经有丢给同学现成了 就我就用这一张了 就直接用这张 好 然后它的visibility调低一点 不要这么强 看得到就行了 一样IS键调远 拉近调远 调出 我们觉得 它的纹理应该是多粗 好 那 然后点一下以后 它就跟你说 你要画哪一个channel 我现在画的是diffuse OK 好 那这边就会产生 一个layer diffuse的群组的第一个layer 好 一个diffuse里面可以画n张 所以你的磨损 你的脏污 好 这些东西都可以画在 再加新的layer 那你要画别的channel就再加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转过来 好 那这边缘不要画 一样那也是投影的问题 所以 请你也一样就是以你视觉上 看得清楚的地方画 那 鞋底不管它 那个等一下用橡皮擦擦掉 一样 转过来继续加 好 这样子有点近 拉远一点 好 好 那其实最好找 你找那个皮革纹理的时候 不要找那个有 很明显的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 那会 会造成你在画的时候 要不断的按着s键做 转动 好 如果你有找那个有方向性的话 刚刚有点投影 再来再来猜 再刷一次 再往上刷 再往上刷 好 那金属的地方 那待会再来闪掉 不是 好 我画到上面那个 我没有把它冷冻 所以会画到它 好 其实如果你觉得 怕那两块干扰你的话 因为在画的时候 其实我的鞋子底下有东西 是障碍背后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 那个会干扰你 就把它切成这样子来画 好 那反正看不到的地方 就不要理它就好了 OK 好 那皮革纹路画完了 Q 好 所以你的鞋子 现在就有皮革的纹理 再把这两片开起来 那这把雕塑的纹理打开 好 虽然其实纹理根本没对上 但是 感觉上好像也还可以 好 就是 就是 就有皮纹 然后也有皱褶 那皮革表面好像也有细节 好 看起来就OK 好 再把 纹理关掉 不是 对 纹理 回到这边 好 所以这次 画这个 那如果你还要再加一样 在加 记得要命名 我先取中文 好 那我要画什么 现在我要画缝线 虽然只有一组 不过还是要画 这些 就是得 拉近 来画 那画的时候 这就只是 直接用单纯的笔刷了 笔刷缩小 大概差不多大 那 看你要用颜色 好 那这时候应该把这个开大一点 因为我直接要盖过去 所以不需要开 笔刷 你要用颜色 白色有点诡异好 还是 你希望染 图档的颜色 好 染颜色 比如说如果我选这张 那它就是白色加这个颜色 就是得到这个颜色 好 然后它是拉扯的图 因为现在它的那个 间隔是 6 6 6.25 所以它画起来其实是长这样 好 它其实画起来是长这样 那 但这样可以让我的那个 笔刷好像看起来有层次 所以我就维持 这个样子来画 好 就眉笔会有点不太一样 那如果你希望 这个颜色不要这么白 OK啊 把它的颜色调灰一点 它 它就会 multiply 叠在一起 画上去就比较深 那当然你也可以辨别的颜色 染红色 就是这张图染红色 好 所以如果我换别的颜色 紫色的图 跟红色加在一起 就变蓝紫色的图案 那跟灰色加在一起 它就只是蓝色 好 那 这边 这边就要一笔 把这个部分画完 这没有 别的方法 好 磨损这区域一样 去找别的 笔刷或者是 笔刷加颜色好了 我磨损就单纯一点 就只是磨损 然后跑出底下的颜色 比刷大一点 力量要小 好 那配一个 这种 就是一个Image Mask 遮罩 那只用这个遮罩 你还可以打开乱速 就是它会有乱速的旋转 乱速的大小 变化 那这样子在画的时候 会更 好控制一点点 好 还可以再改一下颜色 好 去增加它的层次感 其实这都可以去 绘制 那如果你是要表面 再增加一些变化 再开Layer 好 如果我表面只是要增加这个斜面的光影的变化的话 那我就是直接再开一个Layer 然后这个Layer 然后这个Layer呢 跟Photoshop一样的概念 Multiply 好 那 所以就可以做 这样子的绘制 好 那 Shift 在这里是一样的可以作用 我这一笔画过去按着Shift 会变Smooth 会变Smooth 你把它想成是Blur 你把它想成Blur就可以了 所以万一画太强了 那就Blur一下没有问题 好 那因为我用Multiply 所以只会叠 深色 除非你使用 改成使用 其他的涂层方式 那就可以叠不同的 色调 好 那我可以把 这些 我画到那一个了 可以 你写的像 皱褶要比较深 那非皱褶的地方比较浅 就可以再用Layer去做处理 但你不要画出光影 你不要在它上面画出 反光点 这种东西 因为 那些东西应该是由Normal来产生 而不是由我们来绘制出来的 好 只是说 透过这样的绘制 我可以让 好 它的表现上面更变化 层次 色泽变化更多 好 那最主要的质感呈现的 控制效果 其实是 后面的两个图层 这两张必须一起看 一张是Specular 然后 另一个是 Growth 另一个是Growth 另一个是Growth 好 嗯 画的时候一样 再使用投影 再找皮革纹理 使用投影找皮革纹理 而且这一定要找灰阶 就是光泽那一张一定要找灰阶 好 光泽这张一定要找灰阶 然后可以开始画了 我先随便乱画 好 那这是一个方法 就是 我使用 你可以看到 现在上面的光影 已经有皮革纹 那不是立体的 那是光影反射的 感觉 好 那 这样子它会得到 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其实呢 这个 呃 要用投影 那你不要用那个 呃 不能用笔刷 因为这是用图 所以要用这个头上去 Specular 也一样 呃 你可以用同一张或者换一张 好 你可以用同一张换一张 那它会得到不同的 光线感觉 我是不是选到 这张好像有颜色喔 所以我画上去以后带色调 好 那 这两张的用途在哪边 一张是 反光强度 反光的强度 所以我现在不要用Project Map回到这里 就直接用 白色 最强的对比去画给你看 这是高光强度 我把这一条的话很强 高光强度 好强的反光这里 油油亮亮的 然后这边不会 因为Gross 那 呃 低的Gross 低的光泽度 配高的反光度会变这样嘛 这个高光会变得很 这么宽 可是如果我再把光泽度调高 这里 我也把它调高 高光泽度 加高反光强度 它会变成很尖锐很小的一个亮点 就如果一颗球来讲 呃 就以Max来讲 那个彩之球 你去想 呃 高光 高 高光泽高 反光 那它就是一颗金属球 很亮的金属球 所以它反光点 一点点 那带有相当的磨损度的 然后高光度如果维持一样 那就是它的边缘 这个高光的边缘会 光泽出区域会比较宽 好 亮的那个区域会往外扩 漸层扩出去 那如果又是低光泽低反光度 那就连 它会维持那个晕开的宽度 可是反光的强度会下降 那所以你这双鞋子哪个地方是沾到油 OK 油油亮亮 高光泽高反光 哪些地方是磨损的很严重 那就是低光泽低反光 用这个概念去做呃 调整 原则上自然界中很少有 呃 所谓的低 低光泽然后高反光的这种物件 好 低光泽高反光的意思就是 呃 呃不锈钢金属板然后拿磨砂 那个砂纸把它磨得很粗糙 或者敲的表面都是凹洞 那 那个是低光泽 但它反光还是高光 还是强光 好 OK 好 那所以你整体来讲我会建议是 还是要用 这个 project map的方式去压底纹 好用这个去压底纹 然后用这个一样 我都我现在都用同一张压好 好 先都用同一张 好 那压完以后呢 这个每一个layer 每一个growth或者是specular 都可以再开图层 比方说我specular再开一个图层给他 那这个图层就是用来强化 反光的效果 我用这个图层 specular可以带颜色 那我就可以对这个图层再做 光线的强化 跟亮度的强化 那应该要做add additive 用sublight好了 加光 柔光还是强光 嗯 lighten screen好 滤过好 滤过就可以了 就可以得到 我部分的地方 这里要特别亮 我就加强 那我不想要特别亮 就把它压低 那这部分 就其实跟photoshop的概念一样 只是说 呃它是一个set photoshop里面一样嘛 那个 你的layer可以分set 它预设就是一个channel 是一个set 好 那如果你全部 都适当的去应用 你的模型的质感就会出现 好 其实应该有发现 我们并没有用到太多 复杂的功能 那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做了 好 那你的质感上面就会漂亮 那像这种脏脏的地方 我应该要把它的 脏脏的地方 光泽度应该下降 反光度跟光泽度都下降 然后反光度不要降到0 不要全黑去涂 那个会很诡异 好 反光度不要全黑去涂 会非常非常的诡异 但是可以这样涂 可以像这样 好 这个地方脏脏的就很明显的 可以看得出来 呃 神体的呈现 但其实就 整个来讲 这个高光还是太强了 应该 这个 再调低一点 这个也是 好 好 好 那 然后这样子呢 就会得到 等到你全部画完 包含 左右这两片全部画完 好 那我们才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部分 好 就我们需要画绘制的 你目前看到就是diffuse一张 specular一张 growth一张 那normal map在哪里 normal map是用运算的 所以你看到第三个页签 我们之前都没讲到 现在你可以观察现在表面的normal 好 这就是normal 到时候我们算normal map的时候 这些资料 就会算到d面数的模型上 那除了normal以外 其实还有一张 还要算的是ambient 好 ambient occlusion 那这部分我要把所有的paint关掉 你才看得到 growth specular 然后 表面的纹理也关掉 这样会比较明显 好 把这个也打开好了 这样就够清楚了 所谓的ambient occlusion 就是 会去算 这个 交界处 阴暗 的效果 那我们把它的 这个是镜头 离镜头太近了 要调一下数值 好 应该有看到很不太明显 在这个 嗯 我们只要看这里好了 应该这里会明显一点 还是 后面这边 有那个 东西在模糊化 那这个就是我的 这个就是ambient occlusion 现在你看到这个 我现在调很强 好 就是凹陷区 会变暗 凸起区 还是维持白色 那这张图 很好用 这张图非常好用 你的那个ambient 没有画阴影 只要拿这张图去叠 就很漂亮 好 所以这张图很重要 一定会去算 然后normal 要算出它表面的细节纹理 可以这样子 整个的 等到你把 这两张就最后才算 但是你前面的 这边 要先把它画完 好 那画完以后才会进到 下一个动作 好